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叫抽头 一个叫放水 这俩词可能很多听友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不知道赌博这行的 或者说平时不太关注这些犯罪题材的 可能就有点不清楚 什么叫抽头呢 就是庄家向参赌人员固定抽成 放水是指向赌博人员提供资金 每天再收取高额的利息 说白了这就是你没钱赌 那我把钱借给你 其实这是高利贷 那么这放水的团伙 在当时被统称为什么呢 叫水公司 咱们说的这案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1995年以江游市为据点 一个以赵小冬杨戴文为首的涉黑团伙 打着合法经营公司的幌子 其实他们干的就是水公司 严重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 后来呀 是好些个老百姓举报 这才让这个涉黑团伙浮出水面 据当时的办案民警回忆说 这个案子最开始就是通过群众来信 这才揭露出来的 这来信呢 反映的就比较详细 直接举报这赵小冬 这赵小冬啊 在当年有一个外号 叫赵老汉 大家都知道四川重庆一带啊 经常跟自己的父亲啊 跟长辈啊叫老汉 是吧 这赵小冬就叫赵老汉 原本呢 是将由一家国企的职工 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 参过军入过武 并且呀 还入了党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跟咱们每个普通人一样 踏踏实实的上班下班 踏踏实实的生活 也没有什么不良记录 到了92年3月份 因为他所在的那个国企 效益不好 挣钱也挣不上来了 赵小冬呢 就办了停薪留职 1995年 在江游市里啊 就开了一个游戏厅 像我小时候 我就记得在县城里面 里边就好多游戏厅啊 基本上每个游戏厅都会有赌博机 就是过去大伙说的老虎机 这赵小冬的这个电子游戏厅呢 也是以经营赌博机为主 正因为这个电子游戏厅是有赌博成分在里面 所以生意一直不错 赵小冬那两年可没少挣钱 到了97年底 98年初 赵小冬呢 又组织人手 购买了一些赌博用品吧 在江游市三台宾馆 拉萨宾馆 以及一些茶楼 开设了赌场 统称叫百家乐赌场 据后来赵小冬自己说 因为我看当时大伙都在开赌场 我就也跟着去开了 开赌场 跟之前弄那电子游戏厅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得有人看场子呀 赵小冬呢 就开始物色得力助手 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人进入到了他的视线之内 谁呢 就是杨戴文 杨戴文呢 也有个外号 叫杨大娃 十二岁就不上学了 就辍学了 不上学之后 就在社会上闲晃的 各种偷鸡摸狗的事啊 各种为非作歹的事 可没少干过 十七岁 还没成年呢 就被法院判处少年管教 两年零六个月 刑满释放之后啊 他呢 也想过他的实施过日子 干过泥瓦匠 也承包过一些小型的土建工程 这个人虽然人品不怎么样 但是还挺机灵 有一定的这种商业头脑 1997年夏天的时候 江游市区赌博的人越来越多 大大小小的赌场啊 大大小小的地下赌场 恨不得都开到明面上了 杨戴文就看准了这个市场 于是找了一个合伙人 这个合伙人呢 叫唐强 这俩人不是开赌场 因为他也知道赌场太多了 再开竞争太激烈 不一定能挣上钱 好些个赌博的人没钱赌博 那怎么办 咱们就开个水公司 俩人合着火 在江游市区的各个赌博场所 向那些赌徒们提供高利贷 自然而然的 杨戴文他们呢 也来到了百家乐赌场 赵小冬一看 杨戴文他们放水 这买卖不错呀 有利可图 于是决定出钱 跟杨戴文合伙建立一个水公司 就准备操纵整个江游的高利贷市场 据杨戴文后来被捕之后自己说 当时在百家乐赌场 大伙赌博呢 就跟影视剧里边似的 拿那盘盘就那筹码盘 赵小冬跟杨戴文呢 也不用真给这些赌徒钱 你想啊 那筹码盘归根到底 那不就是塑料盘吗 最后再拿着塑料盘换钱去呀 直接把这塑料盘借给你 赢了钱了 那就现场交利息 输了钱了 那你这就欠了赌债了 后边你要不还 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当时利息呢 都是五分利 据杨戴文说 要借一万块钱 一天的利息就是五百 实在是熟客了 或者说借的真是多 那可以给打个折三分利 一万块钱 这一天是三百的利息 杨戴文 为什么也愿意投奔赵小冬呢 杨戴文说 当年赵小冬 在整个江游赌场界里边 已经很有威望了 大伙都得听他的 而赵小冬 为什么看上杨戴文了呢 照理说 在自己的赌场 自己把这筹码牌借给这些赌徒 不就得了吗 还省得跟杨戴文分钱呢呀 赵小冬说呀 因为杨戴文 在整个江游黑道上 是比较有名气的 说这个人有多大势力吗 也不是 就是比较狠 打架不要命 文化程度呢 又非常低 非常的讲那些 所谓的江湖意气 所以这样子的人 就非常容易收买 非常容易利用 其实啊 这赵小冬跟这杨戴文 之前呢 谈不上是朋友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仇人 哎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杨戴文在之前 其实啊 跟这赵小冬 这是分属于两个对立团伙的 后来杨戴文 看赵小冬 势力越来越大 为人的挺豪爽 越来越佩服赵小冬 慢慢的 这俩敌人 可就成了一个团伙了 俩人勾结之后 果不其然 势力不断的扩大 几乎垄断了整个江游的高利贷市场 但这水公司的利润太大了 挣钱太快了 不光他们看上这个行当了 好些个其他的不法分子 那其他的所谓黑道帮派 也都想加入这个行列 希望以此牟利 1997年9月份 赵小冬和杨戴文 为了维持自己的非法利益 他们就想阻止另外一个水公司 在江游城的势力 因为那个水公司 也是有一定的财力支持的 那个水公司的头叫皮国富 赵小冬杨戴文一看 跟咱们呛行是呛买卖啊 那你就甭过了呗 于是派手底下 一个叫赵兵的打手 拿着刀 把皮国富就砍成了重伤 皮国富从那之后 再也不敢做这行当了 自愿退出竞争 到了年底 这赵小冬跟杨戴文一看 哟 还有同行呢 还有人也想挣这笔钱是吧 这事不想吐骨头 哎呦 想着分咱的蛋糕 那甭过了吧 这个水公司的老板叫李全忠 同样被他们派人砍成了重伤 连着砍了这么两个老板 江油地面上 没人再敢干这行当了 可奇怪的是 砍人还砍成重伤 这是故意伤人案呢 这是刑事案件呢 哎 江油警方竟然没有接到 有关这两起故意伤人案的报警 据后来整个案件破获之后 警方描述说 当时砍人事件之后 甭管是砍了皮国父 还是砍了李全忠 都是杨戴文带人砍的呀 赵小冬呢 会出面 把杨戴文和李全忠 叫到一起 或者把杨戴文跟皮国父 叫到一起 大伙呢 吃顿饭 喝个酒 这赵小冬 就有点像过去港台黑帮影视剧里边 那话是人似的啊 跟这李全忠 跟这皮国父就说 你啊 以后就别放水了 至于砍伤你的事 是戴文不对 戴文快 给钟哥赔个礼道个歉 给富哥赔个礼道个歉 不是受伤了吗 想要多少钱 戴文赔给钟哥 赔给富哥 但是赔完钱之后 就一个要求 可不能报警 不能报官哪 说实话 哪怕 这赵小冬 不安排这饭局 这李全忠 和这皮国父 也不敢报警 自从砍了这俩人之后 在整个姜油地价上 没有人再放水了 赵小冬他们呢 就彻底垄断了 这个不法行当 一直到了2001年3月份 绵阳市公安局 收到了一封 反映赵小冬等人 违法犯罪的举报信 绵阳市局 这么一看 怎么还有举报赵小冬的呀 怎么这事 还没解决呢 原来啊 之前就接到过不少 举报赵小冬的 这种检举信 不过呢 之前就认为 这事毕竟是出在 姜油地价上 把这些信件呢 又通通转给了 姜油市公安局 姜油市公安局 去办这些案件 那就等于没办 所以自始至终 赵小冬这个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为了彻底查清 事实真相 2001年3月份 绵阳市公安局 决定派人 前往姜油 开始调查 赵小冬团伙的 犯罪事实 3月份 一直查到了 5月份 前前后后 40多天的时间 通过各种侦查手段 初步印证了 检举信上列举的 赵小冬的那些 违法犯罪事实 基本属实 自从95年之后 这赵小冬 拉拢着杨戴文 在姜油 在绵阳 在安县 聚众赌博 开设水公司 抽头放水 又引发了 一系列的刑事案件 性质太恶劣了 所以2001年6月份 绵阳市公安局 成立了专案组 再次秘密的 进入姜油 专案组呢 由市局打黑大队 副大队长 刘队负责 姜油市刑警大队 指派特管中队的 副中队长 杨队等人 配合抓案组工作 但是这起案件的 侦破工作 从一开始 就困难重重 6月份开始调查 到了8月份 俩月过去了 还是没有掌握赵小冬 足够的犯罪事实 没有掌握什么 直接的证据 所以后来 专案组也跟市局领导 反映了情况 大伙一合计 这不对呀 咱们这俩月 采取的都是正常的调查方式 给咱们一个什么感觉呢 就总感觉在这个犯罪团伙 上面有一只网 就因为这张网 咱们就是进不去 因为受害人 涉及到赌博圈子嘛 各种赌博人员都秘密的找 秘密的接触 好些个人就什么情况呢 头一天取证挺顺利 这些人也愿意配合 到了第二天第三天 试口否认 我可没说过这事 我可不知道这事 好多受害人 好多人证 对绵阳市警方采取的 就是回避态度 甚至可以说是逃避的态度 接受调查的时候 往往说法是前后矛盾 专案组就纳闷啊 为什么咱们在江游的一举一动 都被人给盯死了呢 据后来刘队自己介绍说 我们呢当时在江游市局 开会所研究的 我们这个刑侦支队前期所掌握的 关于赵小冬的一些情况 当天晚上赵小冬本人 以及他们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分子 就全都清楚了 我们下午开会的所有内容 他们都完全知晓啊 他们也知道 我们接下来要从哪一方面入手 我们接下来要找谁进行调查 所以我们就感觉到 这是内行 是同行 是我们的公安队伍内部 在跟我们斗啊 所以站在我们对面的 不光是黑恶势力 还有我们的自己人 正当这侦破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 赵小冬这团伙啊 一点也没有收敛 2001年8月7号 在江油市太白公园对面的灵霄茶楼 又发生了一起血案 这起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在专案组调查案件的过程之中 太白公园对面的茶楼 发生了一起血案 因为抽头放水这事 利润太大了 所以后来啊 也有人铤而走险 那我就跟赵小冬作对 那我也得挣这钱 有这么俩人 一个叫杨成冰 一个叫张军 他们俩呢 就在江油城区放高利贷 这就跟赵小冬的这水公司 有了利益冲突 当时替赵小冬开水公司的 是咱们之前提到过的 那个叫赵冰的人啊 双方有了冲突了 这赵冰呢 就派手底下一个叫 长玉红的人 去找人家 摆平这件事情 长玉红呢 就找来了一个社会青年 这社会青年呢 叫申六娃 指使这申六娃 去砍杀杨成冰和张军 杨成冰受伤了 侥幸逃脱了 而张军却因为伤势严重 失血过多而死 反而这起血案的发生 让绵阳市警方 让专案组 感觉到了希望 因为这毕竟是血案的 这就给了市局一个公开进驻 江游 公开调查的机会 这算是找着突破口了 绵阳市局呢 重新调整侦破策略 之前那个专案组还保留着 但是那专案组里边有内鬼 所以又秘密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代号叫八七 这回这八七专案组 可没让江游市刑警大队的人员加入 一个江游市局的人都不要了 新的专案组成立之后啊 表面上的任务是侦破八七血案 实际上呢 是以这个个案来掩护背后 对赵小冬这一系列案件的调查 这时候啊 这赵小冬实在是忍不了了 他也坐不住了 他也感觉到有危险了 于是干脆又通过朋友 找到了专案组成员王科 这赵小冬呢 让王科买张电话卡 他自己呢也买了张电话卡 等于说王科这卡和他这张新卡 是单线联系的 这卡呀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大伙见面呢 也不在江游见面 也不在绵羊见面 而是去成都见面 第一回见面 赵小冬就送给了王科 一万五千块钱现金 这王科呢 也是将计就计 收下来了这一万五 转过头来 就交给了组织 赵小冬啊 找王科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他知道专案组的组长 是刘晓辉 刘队 赵小冬呢 就跟王科说 麻烦您呢 跟刘队说一声 只要停止调查 我愿意花五十万 跟刘队交个朋友 但刘队不可能理他这茬啊 一直也没露过面 后来赵小冬恼羞成怒 02年春节之前不久 赵小冬 杨戴文 还有另外一个人 一起在江游的一个酒店里边 就商量事 赵小冬就说了 既然这刘晓辉这么油言不尽 干脆 这五十万呢 我也甭跟他交朋友了 找人把他做了吧 当时赵小冬 已经意识到 专案组掌握的罪证越来越多 为什么 他都已经疯狂到 想着拿五十万 找人杀害市局刑警队的队长 杀害专案组的组长啊 就是因为他知道 我再不行动 抓着我 那我没好果子吃 在这期间呢 赵小冬 还通过层层关系 认识了公安部的一个副处长 姓戴 希望这戴处长啊 能够从上往下施加压力 这戴处长呢 收到了赵小冬的十万块钱之后 给绵阳市局主管刑侦的一位副局长王局 打了一个电话 让这王局关照一下 当时这戴处长跟王局说的就是 意思意思就行了 别把事情闹大 不过这王局 可没理会这公安部的副处长 相反专案组啊 是发誓哪怕压力再大也得把这案件突破了 最终查明 几年时间为了垄断赌博放水的非法市场 同时呢 也为了催收这些放出去的赌债 赵小冬团伙 大肆进行故意伤害 寻衅滋事 聚众赌博 这都不算什么事了 最终导致一人死亡 三人重伤 四人轻伤 打伤的老百姓那更是不计其数 因为抢锁赌债 还迫使两个人背井离乡 在整个过程之中 赵小冬团伙 前前后后 获利数百万元 在当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这个团伙 人数也越来越多 各位 现在感觉数百万 几百万可能不是特别多 但想想年代呀 那年代几百万在江游 很厉害了 同时经过几次打打杀杀 赵小冬和杨戴文 也逐步巩固了自己 在江游的垄断地位 这还不满足呢 又把放水的生意啊 扩张到了周边的绵羊三台 甚至都把买卖 做到西藏拉萨去了 2000年6月份的时候 赵小冬杨戴文等人呢 又联合出资组建了 江游市伟东实业有限公司 12月份 他们又成立了 小冬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赵小冬是董事长 杨戴文是总经理 这个涉黑团伙 也打算开始这种 正规化的公司化的管理了 在公司化运营之后啊 赵小冬也对这些小弟们 提出要求了 所有的这些小弟 或者说工作人员统一吃住 甭管你是在绵羊 江游 安线三台 甭管你是放水 放高利贷 你还是开这种赌博机的 这种游戏厅 你还是开赌场 反正这些人统一吃住 公司盈利了 然后这些人的吃喝费用啊 公司在全部报销 不光吃住 你向他们总得去收债去呀 收债去不得拿家伙事吗 比如说今天我去找张三收债去了 那我去几个小弟不能空手去呀 买几把刀吧 这刀也是由公司统一报销 尽管成立公司了 赵小冬成了公司老总了 但他真的就是企业家吗 当然不是 假的 他就是假的 他真不了 就连典档行注册资金写的是500万 那也是虚报的 他这两家公司干典档生意吗 不干不干一点不干 完全就是放高利贷 这钱呢是呼呼的赚 可是这些赵小冬还不满足呢 01年4月份 赵小冬又以公司的名义跟别人合作 在绵阳和陕西西安都办了娱乐场所 这娱乐场所呢 就开始洗黑钱了 他唯一的事业 其实就是这娱乐场所 大笔的通过抽水放水 通过赌场 通过这些老虎鸡啊 非法挣来的这些财产 通过他那个典档公司 作为典档公司的资金 投资到一些娱乐城 这样他再从娱乐城里边 把这钱给弄出来 非法的钱就成了合法的钱 黑钱可就成了白钱了 这赵小冬势力越来越大 此时此刻 他的手底下已经聚集了几十个人了 有些人呢 专门负责放水 有些人呢 专门负责开赌场 还有的人呢 专门负责财快工作 还有的更简单明了啊 你就是打手 到了这时候 赵小冬的这个组织 彻彻底底的就成了黑社会性质组织 人员稳定 骨干成员稳定 从事的也是各种非法生意 他呢 通过这些手段 聚集了大量的资金 掌握了足够的犯罪证据之后 2002年3月份 绵阳市公安局实施了集中击捕行动 这次行动 还有代号呢 叫红剑 那这一次抓捕行动 能够把所有的涉黑成员一网打尽吗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警方啊 掌握了证据之后 决定对这些成员实施抓捕 这次行动 还有代号 叫红剑行动 在江油 绵阳 三台 西安等地 对赵小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成员 同时进行抓捕 这些主要成员呢 也相继落网 赵小冬呢 倒是挺嚣张 他认为我在江油 有钱有势 一般的领导见着我 你都得对我客客气气的 警察不可能抓我 所以自始至终没逃跑 哪怕被警方抓捕之后 赵小冬口气还是很大 审讯他的民警后来回忆说呀 赵小冬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现在是绵阳管着江油 你有法 如果是江油管着绵阳 你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还跟你们说 要不判我死刑 只要不判我死刑 我出了监狱 我还出五十万 我把我那些弟兄 我全组织起来 我还当我的大队长 为什么这么嚣张 不就是背后有保护伞吗 绵阳市公安局啊 也很快查明了 他们最初进驻江油办案时候 连续出现的泄密事件 到底是怎么回事 的确是江油市刑警大队有内鬼 相关的证据 是从赵小冬的会计 刘青刚那获得的 赵小冬啊 曾经让刘青刚把账本毁了 但刘青刚呢 也留了一心眼 怕牵扯到的资产太多 如果毁了之后 回头我当替死鬼 说不清楚 悄悄摸摸的 把所有账本送回老家 这些账本也拿出来 清晰明了 这才知道 江油市公安局四名警察 都充当着赵小冬 和杨戴文的保护伞 第一个保护伞 就是江油市公安局 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黄正明也是江油市 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的成员 这就是为什么会泄密 最早的专案组 有这江油公安局刑警大队参与啊 大队长都是保护伞的 后来这黄正明被捕之后就说 他跟赵小冬啊 90年代初就认识了 原本呢 江油是个小县城 那时候还不是县街市呢 就这么大点地方就这么多人 互相之间认识之后 关系处得一直不错 赵小冬跟黄正明叫四哥 你看 一个大队长 这称呼上弄的都跟黑社会老大似的 他俩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赵小冬为什么得找黄正明照着他呢 对黄正明毕恭毕敬呢 既然干的是非法的勾当 既然有这么一群 逞强斗狠的兄弟 那那就得花钱买伞 于是啊 赵小冬呢 以入股的方式 就向江油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黄正明等人 进行了贿赂 2000年 黄正明在赵小冬开的电子游戏厅 入股两万 然后每个月 从赵小冬那领所谓的红利啊 这一点在刘青刚那获得的那账本上有着明确的记录 2001年 黄正明呢 又在赵小冬的典当行入股五万 几个月之后 赵小冬就给黄正明分了三万的红利 经过检察机关调查 黄正明前前后后 一共收受赵小冬贿赂十五万 在这期间 明知赵小冬杨戴文干的都是违法犯罪活动 但是啊 对他们的这个黑社会组织 就予以庇护 任由他们为非作戴 第二个保护伞 是江油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特管中队副中队长 叫杨仁军 这个人也是赵小冬抓案组的成员 2001年9月和2002年春节 杨仁军两次收受赵小冬的贿赂 一共也不多 一万三千块钱 作为回报 杨仁军三次在朋友家里边跟赵小冬见面 向他透露了抓案组的人员构成 以及最新的调查情况 第三个保护伞 也是抓案组成员 是原江油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特管中队副指导员 叫何欣 何欣先后十次 从杨戴文那收受贿赂和索要贿赂一共是五万三千八百元 他利用专案组成员的身份给杨戴文通风报信 并且当时杨戴文跟皮国父这事就是把皮国父砍伤了 咱之前不说这事了吗 为什么顺顺利利的就死了了 也是何欣从中帮助 第四个保护伞 叫何利 是江油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民警 2000年4月6号的时候 赵小冬的两个手下在他们开的游戏厅 跟当地另外一群流氓 发生冲突了 大打出手 赵小冬这边的人呢 掏出枪来拿枪 打伤了两名过路群众 这是误伤的 按说性质这么恶劣的事 为什么相关的人没有受到惩处 就是因为当时到现场调查的就是何利 再加上其他的那几个保护伞 反正在公安局的压力之下 老百姓也就认倒霉呗 赔点钱也就算了事了 至此 所有涉案人员全部被抓获 2003年5月底 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赵小冬涉黑案 进行了连续12天的审理 这可是创造了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时间长度的历史记录 这起案件呢 案情重大 被告人又多 庭审跟公开宣判 都安排在了绵阳市党校大礼堂 您就想想吧 法庭那地方已经不够大了 2003年7月19号早上8点 此案的35名被告人 从绵阳市看守所被押解出来 上午9点半正式开庭 被告人赵小冬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申 最终恕罪并罚 赵小冬被判处死刑 除了赵小冬之外 其他的那些人涉嫌的罪名 由组织领导 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 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 赌博罪 行贿受贿罪 等等等等 多达15项 赵小冬 赵冰 常玉红 这三个人都被判处了死刑 杨戴文呢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其余的31名被告人 除了有一个被免于刑事处罚之外 剩下的都被判处了 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同时 别忘了那几个保护伞 在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判大会上 黄正明 何欣 杨仁君 因犯受贿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有期徒刑8年 有期徒刑3年 何利 因犯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零六个月 公安部的副处长戴永良 在北京被另案处理 这起案件光读宣判结果 就读了40分钟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竟然长达60多页 在当年 这也是四川省最大的一起 涉黑团伙犯罪案 至此刻 终于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行了 这个案子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说的呢 是一起曾经央视报道过的案件 2014年 广西防城港海滩命案 广西防城港警方突然接到了一起报案 说有人在海边被人杀了 被杀死的人呢 叫杜小文 杜小文的家人发现之后 这才报的警 当时杜小文已经没有呼吸了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立刻赶到了现场 杜小文的尸体啊 就在海滩上呢 距离海边也就一百来米 他的头上有钝气伤 身上有多处锐气伤 致命伤是在脖子上 那他是怎么被杀的 什么时间死亡的 谁干的 民警呢 首先在现场展开调查 想寻找蛛丝马迹 这时候 突然发现距离杜小文 50米左右的地方 还躺着一个人呢 这个人呢 头部也被钝气击打过 头上流了很多血 警方到现场 发现他的时候 已经昏迷不醒了 赶紧吧 送到医院抢救吧 到了医院 大夫一看 颅骨受到严重的打击 能不能救活 还不一定呢 只能是尽力了 反正一时半会儿 这受伤男子 是不可能开口说话了 还得做颅骨手术呢呀 能不能救活 看他自己的造化吧 想着 从这个受伤男子嘴里 知道实情 基本上是不可能 民警只能重新回到现场 重新勘察现场 重新寻找答案 但是 民警啊 根据现场的情况 以及 这死者和伤者的情况 能够确定 他们俩之间 没有发生过肢体接触 也就是说 这杜小文 不会是这个伤者 打死的 这伤者 也不会是杜小文 弄伤的 那这俩人 到底什么关系 他们俩是不是认识 这谁都不知道 这伤者身上呢 没有任何的证件 钥匙 钱包什么也没有 所以根本不知道他的身份 现在来看这俩人 一死一伤 并且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接触 这就说明当时现场还有第三个人在 这第三个人才是关键人物 警方在沙滩上啊 看到了一双拖鞋 这拖鞋呢 上边占有血迹 不过再看杜小文和受伤的那个男子啊 俩人都是穿着鞋的 很明显这双拖鞋可不是他俩的 根据拖鞋的大小 基本上能推断出来 穿着这双拖鞋的人啊 身高应该是在一米七五以上 这鞋还挺大的 那么这个人到底到哪了 这一死一伤是不是他造成的呢 民警啊 继续展开现场侦查 随后在沙滩上又发现了一块黄布 这布里边一打开 包着一整块砖头 砖头啊 为什么要包在布里呢 为什么还要把布连同砖头一起扔了呢 各位 您还记得吗 这杜小文和那受伤男子 头部都有钝气伤 那是不是这块砖头造成的 咱们一会儿再说 警方啊 在现场勘察完之后 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那些线索之外 已经没有别的线索了 因为发生案件的时候 已经是深经半夜了 哎 这时候警方就想到一个问题 报案人呢 是杜小文的家人 那杜小文的家人 怎么就知道杜小文死在沙滩上了呢 那赶紧找杜小文家人了解情况吧 原来啊 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杜小文呢 去给表姐送东西 十点多 还给表姐打了一个电话 表姐接过来也没听清楚说什么 因为孩子还在旁边闹呢 把电话就挂了 等她把孩子安抚好了 哄睡了 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之后了 这时候啊 赶紧给杜小文回电话 怎么这么晚了 还没来呢 可是 再把电话打过去 就发现 已经无人接听了 那赶紧 就通知了杜小文的父母 一起到沙滩上找人 结果就看见 杜小文就死在沙滩上了 这一家人 这才赶紧报警 警方在现场勘察的时候 之前咱们说了 这拖鞋上有血迹 在沙滩上 也发现有断断续续的血迹 而这些血迹 已经延伸到海边了 杜小文死在沙滩上 那受伤男子 也是倒在沙滩上 这就说明 有人受伤之后 走到了海边 这民警啊 赶紧又到一百米之外的海边 去找人家 果不其然 在靠近海水的地方 又找着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也已经死亡了 身高一米七五以上 很魁梧 应该是刚跑到海边 一头倒在海水边上就死了 身上也有伤 身上的血也不比杜小文身上的少 哎呀 这可是这一宿发现的第三个人了呀 他又是怎么死的呢 等于现在 海滩上 两个死者 一个受伤严重 这案子 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民警搜查了这个死者的衣物 发现兜里有211块钱 两张一摆的和11张一块的 哎 一般情况之下 咱们原来花现金的时候 很少说兜里装这么多一块的呀 再一个呀 民警在他兜里还发现了一个摩托车的行驶本 这时候警方注意到 其实海边一直有一辆摩托车 之前问询杜小文家人的时候 说这辆摩托车不是杜小文的 不知道是谁的 现在这个死者兜里有摩托车的行驶证 难道说这摩托车是他的吗 那接着翻吧 在兜里啊 又翻出来了一个驾驶证 驾驶证上 就得写名字呀 一翻开 名字叫正西春 赶紧输入电脑 在户籍系统里面查询 那照片不就出来了吗 一看这照片 呀 可不是海边这个死者的照片 那是谁的呀 竟然是送到医院里的 那个受伤男子的 哎 这个人的摩托车证件跟驾驶证 怎么跑到这边这个死者身上来了呢 这俩人又是什么关系呢 民警啊 现在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太麻烦 太复杂了呀 民警提取了两名死者身上的血液 通过鉴定 这才得知 两名死者身上都有彼此的血迹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甚至还有一种可能 俩人是在这争斗打斗过程之中 最后等于是同归于尽了 这俩人打斗 那那受伤的人呢 他怎么受的伤啊 民警啊 提取了海边的这个死者的DNA 把DNA输入数据库里 看能不能比重 能不能确定死者身份 哎 这一输进去 还真是比重了 原来这个人呢 叫黄少全 是河南郑州人 为什么数据库里有他的DNA资料 因为他原来有过前科 一个河南人 怎么会出现在防城港 还死在海滩上了呢 他们这三个人之间 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了 提取了死者血液之后 测了DNA 输入到数据库里面进行比对 还真比重了 这个人呢 是河南人 叫黄少全 河南人 离这广西防城港 上千公里 他怎么就出现在防城港了呢 赶紧联系他家人吧 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吧 这个黄少全呢 年纪不到四十岁 家里有老婆有孩子 他的老婆说呀 就在三天之前 九号 黄少全 还接送孩子 上学放学呢 而且这黄少全呢 并没有在防城港工作生活 平时就是在郑州 他是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 那他跑广西干什么去了呀 没人知道 甚至他的妻子都不知道 但他的妻子可以确定的是 黄少全离开家之前身上一共就两百块钱 多了也没有了 因为那一段时间他们手头特别紧 那二百块钱呢 还是黄少全的老婆给他的呢 但是 咱刚才说了 民警发现他的手在他身上 翻出来了二百一十一呀 两百块钱 从河南到广西 总不能是腿着去的吧 你得买票吧 买票那二百块钱可不够啊 正常来说 他应该就没钱了呀 那这二百一十一 又从哪来的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这二百一十一里边 那个一十一 可是十一张一块的 民警这时候就琢磨 他这钱 会不会是抢来的呢 他是不是到广西来作案的呢 为什么会这么想他啊 不是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是因为黄少全之前 他真有案底呀 反正黄少全从河南来 你要么坐火车 要么坐汽车 查监控吧 随后 在汽车站的监控里 还真是发现了高大魁梧的黄少全了 当时黄少全手里边 就拿着那黄布 那黄布里边就包着砖头呢 就走向了当地的一群摩托车摩迪那 很明显他是想打摩迪 还真打着了 打摩迪去哪呢 去海边 当时深惊半夜了 谁也不在海边玩了呀 已经没人了呀 那这个摩迪师傅是谁呢 摩迪师傅啊 就是郑西春 查到这儿 警方觉得得有必要走访一下 其他的摩迪师傅了 看能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 原来案发那天晚上 有不少人都看见郑西春 拉黄少全到海边 当时呢 他们就看见黄少全 人高马大的 直奔郑西春就去了 为什么奔着郑西春去呀 因为郑西春身材最弱小 这黄少全去了 就问郑西春到海边多少钱 郑西春说五十 其实啊 这或多或少也算是宰客了 这些其他的摩迪师傅都知道 到海边也就是十五块钱 二十块钱 郑西春一下子要五十 没想到这人高马大这人 根本没还价啊 等郑西春他俩走了之后 剩下这几个摩迪师傅 还在那说呢 行啊 这小子今天 这碰上一冤大头啊 他运气是真好 还在那羡慕嫉妒呢 这一趟啊 这家伙赚好几趟的钱 可哪知道啊 这黄少全 一分钱也没有啊 他就是想抢劫的呀 这碰上的哪是冤大头啊 这碰上的是讨命鬼呀 在侦查过程之中 时间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 一转眼 过了一个多月 郑西春呢 他也终于清醒过来 可以接受警方的询问了 郑西春就说 当天呢 他把黄少全拉到海边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之下 让黄少全给拉下了摩托车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刚一拉下摩托车 黄少全就开始打他 还拿东西砸他的头 头就感觉 蹦的一下 整个人就倒了下去 隐隐约约的 晕晕乎乎的 就觉得身上的东西都被翻走了 那天郑西春身上 有两张一摆的 十张一块的 这零钱呢 就是为了方便找给客人的 所以他才会揣着那么多一块的 这些钱 包括驾驶证 都让黄少全给拿走了 要说起来 另一个死者杜小文 那也是倒霉 就在黄少全抢劫正熙春的时候 杜小文不是要给表姐送货吗 正好路过这目睹了全过程 当时他也没想到大货临头啊 黄少全反正一看又来一人 抢一个也是抢 抢一对也是抢 那来吧 抢完正熙春 又跑到杜小文身边 一来是能抢则抢 二来最主要的 他看见我在这打人 抢劫了 他一走了报警 这可怎么办呢 我可不能留活口 黄少全掏出刀子来 对着杜小文 一刀一刀就捅啊 正熙春这时候啊 还有恍恍惚惚的意识呢 就感觉有人在不远处打架 还喊救命呢 但就在这时候正熙春 伤势太重 昏迷过去了 那把刀子呀 应该是在搏斗过程之中 让杜小文又夺过去 随后杜小文拿着刀子 又捅黄少全 等于说 这黄少全和杜小文 俩人身上的刀伤 都是被同一把刀子给刺的 那把刀 最终经过再次到现场勘察 在杜小文死亡的地方 找出来了那刀啊 被埋到了沙子底下 因为杜小文夺走了刀 所以黄少全才捡起砖头 砸杜小文的脑袋 最终的结果 就是俩人都受了重伤 都倒了下去 杜小文倒下去之后 给表姐打电话求救 就是表姐当时 因为孩子哭 没听清楚 杜小文说什么的那个电话 直接当时就挂了 杜小文就死在沙滩上了 而黄少全呢 挣扎着想跑 跑到海边 也伤势过重 一头栽倒在海水那 也死了 这三个人之间 等于谁也不认识谁 就是黄少全 从河南到广西 想抢劫 挣钱 杀人 他当时呢 应该是以为 郑西春被他打死了 可哪知道 郑西春只是被砸晕了 也得亏啊 郑西春被救得及时 要不很可能 也没命了呀 到这这案子 就等于破了 但是黄少全的家人不认可 说他不可能去抢劫 他是保险公司的经理 收入不错 怎么会跑那么老远抢劫去呢 警方也到了郑州 调查这黄少全 这才发现 黄少全呢 早被公司罢免了 早不是经理了 目前他的月收入 只有一千块钱左右 这些他没告诉家人 他每个月都入不敷出 那靠什么生活呢 就是靠偶尔出去抢劫 补贴家用 之前在郑州 都是小打小闹的 也没被逮着 没想到这回 到了广西 想着来比大的 因为抢劫 自己啊 却也命丧当场 行了 这个案子呀 咱们就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 接着聊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 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 嘿 一听这句歌 您是不是就会想起来一个场景 姑姑 大枕 阿波 官 哎 没错啊 神雕侠侣 要说起来呀 我算是金庸小说 金庸影视剧的铁中粉 死中粉 粉都不能再粉 粉的都有点红红的 都有点黑的粉 经典的金庸影视剧 那是一部没辣全看过 所有的金庸小说 飞雪连天舍白路 孝书神霞以碧渊 加上月女剑 最少的 我估计 我也得读了有个两遍 还是三遍 咱也就是没版权的 但凡有版权 我最想给各位讲的就是金庸的那些精彩绝伦的武侠故事 咱们今天提到的这神雕侠侣里边有一个情节 大伙一定是记忆深刻 杨过呢 种了清华之毒 在这绝情谷啊 发现只有断肠草能够治这清华之毒 但是呢 断肠草就一份 那不够吃的 怎么办 小龙女自己就跳了牙了 就到了绝情谷底 这情花啊 这断肠草啊 很多朋友都会认为 这就是文学作品里面虚构出来的 其实啊 现实世界当中还真有断肠草 咱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断肠草杀人事件 发生在哪呢 发生在广西陵云县 先来介绍一下这断肠草吧 断肠草呢 算是一类植物的总称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马前科勾纹鼠的勾纹 那么具体长什么模样 您各位呢 可以到网上搜着看看啊 在民间呢 千百年来 人们呢 就跟这个叫断肠草 它最毒的那个部分 就是那嫩样 你说平时摸摸它啊 那没事 毒不死 没什么事 你要是把它碾碎了 里边挤出来的那水分 那个水才是含有剧毒的 摘那么几片断肠草 咔吱咔吱一嚼啊 跟嚼口香糖似的 咔吱一咽 基本上就可以致命了 足以致人死亡 据传说啊 长遍百草的神农士 最终就是尝了一下断肠草 结果就没有结果了 战国的韩非子啊 自杀服用的也是断肠草 那么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 陵云县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 居住着壮族汉族 瑶族三个主体民族 这个地方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呀 地貌 海拔呀 从200米到2000米不等 全县93%的地方都是山地 这个地方最典型的就是卡斯特地貌 这样的地貌 风景很美啊 对吧 确实是漂亮 但是啊 交通不便 想着干什么都很难 从历史上来说啊 怎么把这个地方和外界 把他给打通 能够互相的沟通有无 这始终是当地人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现在的陵云呢 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了 但是虽然这路是通了 马上就又有新的问题了 交通事故成为了让当地管理者 让当地交警们最头疼的问题 2014年12月31号 警方呢 接到了110指令 就到达了现场 当时啊 报警的情况就只是说 有一辆摩托车翻在路坎底下了 别的事没说 报警的呢 是附近的村民 他是砍柴路过这 看见了路坎下边的人和车 这才打电话报警的 警方去了这么一看 这人呢 已经是死了 警方呢 初步有这么几种推断 第一 这可能是肇事逃逸 别的车呀 或者别的人呢 把这摩托车连人带车给撞了 然后人跑了 第二种 人为制造事故故意的状态就是故意的杀死他 第三种可能 这人呢 是自杀 骑着摩托车 我不想活了 一下子自己给撞下边去的 当然了 这到底是交通事故 还是其他的案件 还是自杀事件 得靠现场的证据来说话 这边啊 技术人员在收集现场物证 那边呢 法医去鉴定死者的尸体 判定死者的死因 死者主要的损伤部位啊 就是脑部 脑部呢 有一个五厘米的挫伤痕迹 就是头皮啊 已经被一种坚硬的东西给砸碎了 所以从这儿就能判断出来 死者是因为颅脑损伤而死 那么到底是怎么形成颅脑损伤的 应该是掉下山坡碰到石头造成的 法医呢 从尸体的僵硬程度来分析 案件呢 大概发生在报案之前的十一个小时到十六个小时之间 摩托车上的痕迹 也说明了 这不是自翻事故 而是有人撞上了摩托车 肇事之后逃逸了 因为这摩托车的车身上还留有碰撞刮蹭的对方车辆的那车漆呢 根据摩托车的车牌 警方啊 也查出来了死者的身份 死者叫杨昌和 是当地上散村的 家里边呢 还有一个老母亲 有三个孩子 但是啊 他已经跟他老婆离婚了 孩子们呢 都在广东打工呢 杨昌和呀 就住在附近 杨昌和的兄弟们说 前一天 杨昌和是到城里一个亲戚家 去吃酒席的 可去了之后一直没回来 家里人还担心呢 现在才知道 哦 感情是被人撞死了 警方啊 就开始找着各种蛛丝马迹 破案的线索 只有那摩托车上留下的那么一点 寡蹭形成的绿色的油漆印记 据此呢 大致就能判断出来 赵氏车辆很可能是附近村镇的农用车 警方啊 一方面查找绿色的货车农用车 一方面呢 在附近所有的村镇都贴出了悬赏五千元的 寻找线索的通告 这悬赏通告也贴出去了 那边呢 也在大力的查找 可是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没有任何的进展 就这么查查查找找找 一转眼 半年的时间可就过去了 当时被撞断的那棵树啊 都长出来新的支支叶叶了 慢慢的就覆盖住了曾经的事故现场 除了家人和警察之外 其他的乡里乡亲的 慢慢的也都淡忘这个事了 咱们要说的这陵云县 它呢 有一股城 有四条河流 纵横交错汇聚在这城中 这是一个有着将近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 治安呢 一直是不错 连续九年都被评为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平安建设先进县 在这么一个有历史底蕴的地方 大伙生活的还是很平静 很安宁的 这个事过去之后 大家慢慢的也都快遗忘了 可是2015年5月31号 这种瓶颈又被打破了 有人报警 说罗罗镇村路边 有一个山洞里 有一个人 那个人呢 应该已经死了 接到报警之后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现场呢 是一个溶洞 因为当地是卡斯特地貌嘛 这样的溶洞啊 就有很多 这个洞呢 就在公路的边上 洞口被封闭了 当时测量 洞口直径差不多是一米五 深差不多是九米 整个山洞啊 底部是比较宽的 能够借助工具下去 那么这死者 当时是不小心掉下去摔死了呢 还是被人推下去的呢 当时警方判断 这要么是第一案发现场 要么是杀人抛尸的现场 当时先下到洞里去的呀 是刑警 法医 还有计人人员 警方感觉到 这很可能是刑事案件 是他杀案件 下到现场之后 警方一看这具尸体呀 已经到了那种僵硬的程度了 是一个什么姿势呢 俩腿是弯曲的 右手是顶起来的 这个姿势看上去 就很像是被人抛尸到这个溶洞里边的 当然 现在只能是感觉 到底刑警的判断对不对 还得需要法医解剖尸体来进行印证 在尸体的体表啊 已经看不到明显的伤痕了 因为毕竟时间长了 侦察员呢 对现场拍摄取证之后 在消防人员的帮助之下 借助专专业的设备把尸体从洞里就抬了出来 最早排除的一点 这儿肯定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也不可能是人自己掉下去的 因为人死亡之后一段时间 全身肌肉是松弛的 尸体呀 应该是躺卧的一个状态 而不会是右臂高高举起来的状态 所以尸体应该是在尸僵形成之后 被人丢到洞里去的 法医呢 也排除了死者尸足掉下去 或者被人推下去的可能 为什么呢 如果啊 这人是尸足掉下去 或者活着的时候被人推下去摔死的 那么身上会有明显的伤啊 这死者呢 确实头部有骨折 颈部 左小腿都有骨折 但如果是活着的时候掉下去的 皮下会有出血 但是死者的这头皮下面没有出血 也就是说 这骨折是在死后才形成的 血液已经凝固了 这才摔下去 又把这头骨给摔裂了 那么死者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 法医经过尸检之后推断出 死者是被人掐死的 现在死因明确了 最重要的是要确认死者的身份 才有可能啊 根据死者的社会关系 来调查出来犯罪嫌疑人 警方呢 走访了各个村镇 就查找有没有最近失踪的 45岁左右的男性啊 其中啊 有一老太太说 他儿子叫黄宇爱 已经九天没回来了 这老人家呢 今年80岁了 女儿啊 早就出嫁到别的村子了 儿子呢 是单身 他一直跟儿子一起生活 警方呢 也仔细询问了老人当时的情况 儿子到底是为什么出去的呀 是不是有谁把他给叫出去的呀 老太太说话呢 是当地的方言 别人呢 也听不太懂 乌里乌突的 但是啊 仔细听 还是能够分辨出来 老太太说呀 一个叫成杜玉的人 来叫儿子去城里玩 当时这老太太呢 就不放心 不想让儿子去 但是儿子呀 还是去了 老人为什么觉得不放心 因为儿子曾经跟他说过 说我要是出事了 就是谭六干的 而这个叫儿子的成杜玉 正是谭六 同母异父的弟弟 所以这老人家不放心 就怕这成杜玉叫自己儿子出去 是要害自己儿子 老人拦着这儿子 不让他出去的时候 儿子呢 还推了老人家一把 儿子临走这一推 把这老人家的腰啊 都给扭伤了 毕竟拔食的人了 后来是女儿女婿 带着老人家去看病的 期间呢 联系黄与爱 就一直联系不上了 直到警察追查失踪人口 他们才说 黄与爱已经消失九天了 因为尸体具体长什么模样 已经无法辨认了 警方呢 就提取了老人的血样 做了DNA比对 DNA鉴定啊 得需要时间 警方呢 也没闲着 就接着问这老人家 谭六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这老人家说呀 这谭六呢 就住在他们家对面 从他们家望过去 三十米外边 有一栋粉红色的楼房 这就是谭六的家 这谭六不是大名 这是小名 大名叫什么呢 叫谭昌波 这谭昌波夫妇啊 在城里打工的 到了六月四号 这DNA结果出来了 证实死者就是黄与爱 这起案件 打破了小城的平静 这个消息呀 很快就传开了 第二天 警方还没有任何关于嫌疑人线索的时候 嫌疑人自己来投案了 而且呀 这一来还不是一个人 两男两女 四个人 这四个人呢 是谭昌波 还有谭昌波的妻子曾富明 谭昌波同母异父的弟弟程杜宇 还有程杜宇的女朋友黄彩珠 查这四个人吧 普普通通 没有什么千刻 也没有什么劣迹 谭昌波夫妇 是黄与爱的邻居 而程杜宇是死者黄与爱的好朋友 那么他们杀这黄与爱 是为什么呀 谭昌波和妻子曾富明就说 说他们杀黄与爱 是因为黄与爱强奸了曾富明 这一点跟程杜宇说的是一样的 在审讯程杜宇的女朋友黄彩珠的时候啊 警方发现疑点了 黄彩珠说 我没听说过强奸这个情况啊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接着来说 现在已经是两起案件了啊 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嫌疑人 还没有任何线索 这已经一年多了 这成了悬案了 而这起杀人案呢 投案自首来了四个人 说人是他们杀的 可是在杀人动机上交代不清楚 那么路边撞死杨昌和逃逸的 黄与爱的死因到底是什么 现在云里雾里一切都是谜团 两起案件的调查 现在都没有结束 警方必须抽丝剥茧 查出真相 而此时啊 警方听到了一种奇怪的说法 说杀人案的起因 可能是半年前的赵氏逃逸案 黄与爱的死也许和杨昌和的死有关系 那么这话是从哪传出来的呢 当地有一人呢 叫老王 老王家呢 就也在那条街上 住在谭昌波夫妇家对面 黄与爱家的隔壁 他说呀 因为黄与爱呢 喜欢喝酒整天醉醺醺醺的 所以他说自己知道半年前杨昌和是怎么死的 不过因为醉醺醺的 大伙呢 也就当醉话了 没人当回事 现在黄与爱也死了 可就有人想起来他这醉话了 把这些案件和半年多之前一直没被侦破的赵氏案就联系了起来 果不其然 这警方呢 在谭昌波家里边啊 进行搜索的时候 就找到了当时那起交通肇事案的嫌疑车辆 这是一辆摩托车 这车呢 就是绿色的油漆 跟死者杨昌和摩托车上 那擦滑的颜色是一致的 警方呢 随后对油漆进行了技术检验 比对化验的结果 这辆摩托车的车漆 和留在杨昌和摩托车上的那油漆 是同一成分 所以搁置了半年的那起交通事故逃逸案 就这么破案了 问谭昌波的时候 谭昌波就说呀 杨昌和是他撞的 事故就发生在一段山路上 2014年12月30号 他跟妻子曾凤明呢 开自己的农用车去拉水泥 邻居黄宇爱啊 就搭了他们的车 走到一个拐弯处的时候 就看到有人骑摩托车 从对面晃晃悠悠的过来了 估计是喝醉了酒了 谭昌波赶紧减速 但是啊 那个人还是撞到了他的车上 连人带车翻到了山下 谭昌波和黄宇爱下车看了看 受伤的人呢 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黄宇爱啊 赶紧推了推谭昌波 咱们赶紧走啊 一看私下里边也没人 谭昌波跟妻子呢 就又上了路了 俩人吓得都不轻 一开始目击这场事故的黄宇爱 还劝他们呢 还没事 除了咱们三个没人知道这事 他呢 向谭昌波夫妇保证 一定会守口如瓶 为了感激黄宇爱 谭昌波呢 也做了承诺 说兄弟 我每个月都给你钱 让你买烟买酒 但是三天之后 黄宇爱就让谭昌波觉得不安全了 怎么回事呢 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三天 黄宇爱上门来借钱 说是借钱 但是谭昌波夫妇心里明白 这是勒索呀 第三天呢 交警的悬赏通告也贴到街上了 可能是那五千块钱的悬赏奖金 刺激了黄宇爱 但是谭昌波夫妇没想到 黄宇爱的胃口 要比他们夫妇想象的大得多 这谭昌波的妻子曾凤明啊 开着一辆小客车跑客运 说那段时间呢 每天回来也就是一二百的收入 几乎都让黄宇爱要走了 两口子因为怕被黄宇爱举报 什么也不敢说 到了大约四月份 两口子忍无可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谭昌波说呀 到了四月份的时候 黄宇爱强奸了他的老婆曾凤明 并且还跟谭昌波说强奸了三次 谭昌波这心里边就不舒服了呀 别说不舒服啊 那是恨得牙根痒痒痒啊 准备下定决心除掉黄宇爱 黄宇爱现在已经死了 到底有没有强奸这事儿 警方呢一时之间也无法查证 谭昌波夫妇起了杀人的念头了 可这两口子呀 都是文盲文化程度不高 不认识几个字 杀人的办法呢 也都是道听途说听来的 这黄宇爱是个酒鬼 几乎呢天天醉酒 他们就听说呀 喝了高度酒的人 要是抽烟能被烧死 咱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相信的啊 反正当时呢 还买了高度酒 回家试试一边喝一边抽 哎怎么还没烧死呢 他毕竟喝的不是汽油啊 哪怕先喝汽油后抽烟 你要不直接点他 那也烧不死啊 后来呢就觉得这法子不靠谱 这么着他们就想起来 老辈人呢总说断肠草 能要人命 这案子似乎到这儿就真破了 但是警方感觉事情啊 还是没有那么简单 断肠草是不是真的可以要人命 谭肠波夫妇的杀人计划是怎么实施的 程杜宇和他的女朋友黄彩珠 又是怎么牵扯进来的 这些啊必须都查清楚 按照咱们国家法律的规定 警方收集的证据里面 必须也包括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 就是种种证据都得收集过来 那么黄与爱生前是不是存在强奸 曾凤明这事 警方呢还是进行了深入调查 但是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证据 现在来看呢 谭昌波夫妇说的话 只能被看成是一面之责了 当然黄与爱已经死了 是不是有勒索行为 是不是有强奸行为 确实无从查证 那么程杜宇和女朋友黄彩珠 又是怎么牵扯进来的呢 这还得从这断肠草说起 这断肠草啊 在当地自古就有一段传说 说很多有情人最终无法成为眷属 那怎么办 就吃断肠草殉情 在当地呢 其实这断肠草也是一种药材 因为有剧毒 所以一般不内服 就是外敷 哪受伤了 可能敷点 不过呀 当地家里边 比如说要是养猪的啊 这猪发烧了 会拿一点断肠草来喂猪 老人传下来的说法是啊 这断肠草 人吃断肠 猪吃退粮 就是人吃 这玩意就是致命毒药 猪吃 那玩意就是退烧药 谭昌波夫妇 谭昌波夫妇用的这断肠草啊 就是黄采猪找来的 那个时候呢 程杜玉正好和女朋友黄采猪 在谭昌波家里边啊 帮着盖厨房 因为都喜欢喝酒 这程度玉呢 和黄宇爱也是好朋友 这程度玉看黄宇爱总是来要钱 他也觉得奇怪 他问了几回自己的哥哥 哥哥呀 无奈之下把这原因说出来了 再后来呢 就直接跟这弟弟说出了自己的杀人计划 黄采猪的老家正好住在土山地区 从小家里猪生病了 家里人呢 就让他去找断肠草给猪吃 所以黄采猪认识断肠草 自首之后啊 这黄采猪呢 还带着警察 去了自己采集断肠草的地方取证 黄采猪当时小心翼翼的取了一根断肠草 就交给了谭昌波的妻子曾凤明 曾凤明呢 打算做一瓶毒酒 这酒呢 用的就是家里平时炒菜用的二锅头 最普通的那种 然后加上断肠草的那个汁液 这毒酒算是做好了 但是他们觉得 这要是黄与爱跟我们一块喝酒给喝死了 那这警察肯定得怀疑我们呀 那咱们还得接着琢磨琢磨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 不露痕迹的杀人方法 这边这几个人就合计着怎么弄死黄与爱 而这黄与爱呢 也是不停的在作死边缘试探呢 2015年5月25号这天黄与爱呢又来了 这回啊 要一万八千块钱 两口子终于下定决心 咱们得动手 但是 不能咱们自己出面 必须找一个他们信得过 黄与爱也信得过的朋友 那么跟双方关系都很亲密的 就只剩下弟弟程杜玉了呀 程杜玉后来跟警方说呀 到现在他都后悔接了哥哥的电话 一开始呢 他也犹豫 但是哥哥呀 不停的哀求他 恨不得都快给他跪去了 程杜玉呢 就接受了哥哥给他的任务 那两天呢 一直在下雨 也干不了活 没事呢 大家就一块喝喝小酒 这程杜玉呢 就说要请黄与爱去玩 把他带到城里 在饭馆吃饭 谭昌伯夫妇啊 拿出了做好的断肠草毒酒 带上毒酒 开着自家跑客运的小客车 说是晚上要在县城请客吃烧烤 在一座桥上 他们呢 就接上了黄与爱 程杜玉和黄彩珠 沿着这条路向县城方向行驶 在开往县城的路上 谭昌伯夫妇就把酒拿出来了 有啤酒 还有一瓶白酒 这黄与爱喜欢喝酒 喜欢到什么程度 还没到那烧烤店呢 在路上在车上就喝起来了 喝着的时候啊 这曾凤明呢 就把那断肠草的毒酒递给了程度玉 程度玉给了黄与爱 黄与爱当时喝这酒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因为发现这酒里边 哎 竟然有一片什么叶子 这时候黄与爱还说了一句呢 你们这酒里是不是下了蒙汗药啊 本来呢 是玩笑话 不过随后 这黄与爱就发现 哎呦 喝了之后 怎么浑身那么疼呢 他明白自己真的是中毒了 断肠草是一种神经毒素 服用之后啊 会是呼吸神经麻痹 然后导致呼吸衰竭死亡 但同时呢 也会出现腹痛啊 肌肉紧张啊 尤其是腹痛是很强烈的 所以啊 很多人就猜测是不是因为这断肠草服用之后 这种腹痛难忍才会让人起了一个名字 叫断肠草 就跟肠子都断了似的那么疼 黄与爱意识到中毒之后一路求救啊 但是没有人理他了 后来呢 黄与爱就陷入了昏迷 可是黄与爱只是昏迷 他没有立刻死亡 那么怎么才能让他彻底停止呼吸 最终啊 谭昌波他们四个人 决定用后备箱里边的一截电线 结束他们的噩梦 被抓之后 几个人呢 都表示了悔恨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走上杀人的不归路 每个人似乎有都有自己的理由 谭昌波说呀 他是因为恐惧 一直被勒索的日子没法过了 曾凤鸣呢 说他是因为恨 因为被强奸了 这是一辈子的耻辱 而黄彩珠呢 说都是因为爱 他要帮自己男朋友的忙 其实啊 咱们回过头来看看 谭昌波夫妇在当地啊 这都算是日子过得数得着的 夫妻俩呢 开了一铝合金作坊 还跑客运 日子本来越来越好 但是杀人之后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 咱们回过头来说啊 如果他们足够理智 或者说有足够的法律知识 就不会从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半年之后又引发一起故意杀人案 首先当时谭昌波不应该逃逸 如果他不逃逸 结果就不会是这样子 因为当时啊 死者杨昌和体内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最久的标准 那么杨昌和他是有过错的 如果双方都有过错 谭昌波呢 很可能可以免于刑事出发 哪怕做最坏的打算 免不了他要承担的最大的责任 也就是两年到三年的刑期 如果主动赔款取得谅解的话 缓刑也好 兼外执行也好 这都是有可能的 而后来黄宇爱勒索他们的时候 甚至强奸曾凤明的时候 也完全可以报警 完全可以走正当的法律途径 就整件事情啊 对于这对夫妇来说 他们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走正当的渠道了 但是呢 最终却选择了杀人这条路 行了 这个案子呀就为您说到这儿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 好